入职九天的新员工 为何突然倒地不起 就是说倒在地下没想通了 生死难料 工厂老板又该如何面对 确实在心里比较紧张 大老们也是一片空白 他们当事人包括老板 他们都不敢进去 百感焦急 老娘就出面 情急事件能否平息 情绪都比较决动 安吉有个卢柏青 小区大事即将播出 2017年7月23日 许丽宝刚一起床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第二天早晨 我们厂里面的人来干活 就是说倒在地下没想通了 打电话的是 徐丽宝厂里的一名工人 在电话中 这名工人告诉徐丽宝 就在几分钟前 他看到一名女工 晕倒在宿舍里 叫他的人名字没声音 那么就是把这个窗门一开 看见这个人倒在地下 究竟是谁晕倒在了宿舍 有没有生命危险 徐丽宝不敢多想 赶忙召集厂里的其他员工 一起赶了过去 来到职工宿舍 徐丽宝发现 倒在地上的是他前不久 新招来的女工蓝银针 厂里面人员不够的情况下来 再在我们厂里来干活了 徐丽宝赶忙上前 查看蓝银针的状况 这一查让徐丽宝惊恐万分 劳动当中操作当中 或者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故 那也是很正常的 他这个自己在睡觉 也就是休息当中 出现了这种事情 那肯定我们是想不到的 好端端的一个人 没有了脉搏 而且躺在自己的员工宿舍里 这不禁让徐丽宝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 确实心里比较紧张 大老板也是一片空白 徐老板的工厂做毛主加工生意 2017年7月 徐丽宝招了一批短工 蓝银针就是徐老板 亲自招来的员工之一 由于蓝银针性格内向又是女性 所以他一进场 徐丽宝就给他安排了一份 相对轻松的工作 蓝银针负责做竹丝晾晒和捆绑的工作 这份工作既没有难度 更谈不上危险 可让徐丽宝怎么都没有想到 刚刚干了九天工的蓝银针 竟然在自己的厂里发生了意外 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责 又该如何面对死者的家属 慌乱之中 徐丽宝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他觉得这个时候只有这个人 才能够帮他解决问题 是发生以后 到时候我的心情是 可以说是一谈糟 也就是空白 也就是要求助 求助这个司法部门 徐老板觉得 他这次是摊上大事了 员工死在自家工厂的宿舍里 该怎么办 又该怎么跟家属交涉呢 徐老板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 一时间不知所措 慌了神 这个时候 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老娘舅卢柏青 卢柏青是安极县校风镇司法所的 金牌调解员 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多年 被十里八乡的村民们 亲切地称为老娘舅 有矛盾 找老鲁 也早已成了当地居民的口头禅 面对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 找老鲁最妥当 那么老鲁会怎么处置呢 十几分钟之后 调解员老鲁就赶到了工厂 他立即查看了情况 老鲁觉得 蓝阴针究竟是不是真的死亡 还不能确定 此时此刻 应该立即报警和打急救电话 通过公安机关的鉴定 明确蓝阴针是否死亡 如果已经死亡 要查明死亡的原因 到底是怎么个死的 情况肯定要了解 只有在了解死亡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对事情的处理 那么我们就及时地打了 这个救急电话 120 咱们也打了这个110 派出所以来的 他们的当事人 包括老板 他们都不敢进去 所以我们接到这样一个景气 因为这种景气 是比较紧急的 我们接到之后 马上出去到达现场 拨打报警电话之后 老鲁和徐利宝进行了谈话 他来的多长时间呢 只有九天 这个几岁了 五十岁左右 五十岁左右 这个年纪也不大 又什么事情了 那是我们厂里面 那不是拉扯的 朵拉斯吗 他是捆的 发现了呢 当时 一直到今天早上 职工发现了 他的宿舍里面 睡着了 没起来 在老鲁的安慰下 徐利宝紧张的心情 稍稍放松了一些 最后 老鲁对徐利宝说 发生这种事情 要尽快联系到 蓝银针的家属 告诉家属蓝银针的情况 可让老鲁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这个提议 让徐利宝有些为难 家住在张城 张城城 肥堂城 应该在30公里左右 原来蓝银针 是张村镇人 距离徐利宝的工厂 有30多公里 可是蓝银针 进场的时间短 徐利宝对蓝银针的 家庭情况根本不了解 很难与家属取得联系 着急 很着急 老鲁常年在各村调解纠纷 他很快通过相关渠道 与蓝银针的家人 取得了联系 这时 办案民警在现场勘察中 有了结果 到达现场之后 那个女的就躺在地上来 发白 已经没有呼吸了 办案民警在现场的勘察中发现 蓝银针身上并无打斗痕迹 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蓝银针已经排除了 他杀的可能 但蓝银针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死亡之前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昨天那个中午吃了饭以后 回来还是从我们这里路过 从这里走过去的 回到宿舍睡觉 徐立宝说 他与蓝银针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事发的前一天的傍晚 那天是周日 工友们周末都回家了 只有蓝银针一个人没回家 徐立宝看到蓝银针 从外面串完亲戚回了工厂 正好又是晚饭时间 于是他主动邀请蓝银针 一起吃晚饭 可是当时蓝银针 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拒绝了徐老板的邀请 直接回宿舍休息了 他可能不想吃饭 就是说想休息休息 让徐立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原本好端端回到宿舍休息的 蓝银针第二天就出事了 你说意外事故就意外事故 也就是很意外 根本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在老鲁向徐老板了解 情况的过程中 蓝银针的家属也来到了调解室 在众人的气势上能够看出 他们就是来讨要说法的 蓝银针的家属气势汹汹地 来了十个人 就是为了讨个说法 老鲁知道 在这个时候 死者家属情绪激动 在所难免 他既要顾及到 每个家属痛失亲人的感受 又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调解 依法赔偿 这次的调解工作 难度肯定不小 这里是小区大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气势汹汹 众人现场讨要说法 总工历子干了九天 好像说话的声音比较大 做工九天的女员工 究竟因何离世 国生生一个人 来的时间也不长 年纪不大 怎么就死了呢 耐心劝导 老娘舅又将会如何化解 安吉有个鲁柏青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很显然 对于蓝银针突然病逝的消息 蓝银针的家人十分不能理解 蓝银针的弟妹说 蓝银针原本是在当季的毛煮厂 做短工 听说许丽宝的工资给得高 就打算到许丽宝的工厂里打工 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好端端的一个人 刚刚干了九天就出了事 这个结果他们完全不能接受 总工历子干了九天 人的法径已经崩溃了 我什么都不要讲 他们就感觉到 好像活生生一个人 来的时间也不长 年纪不大 怎么就死了呢 面对死者家属的情绪激动 老鲁告知家属 经过公安机关的鉴定 死者不是他杀 但究竟因何死亡 还需要等待医院的鉴定结果 其实当时人其实已经死了 那么按照农生习惯的话 不管怎么说 人肯定要通过医生检查 通过医生鉴定 不久医院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按照医院的鉴定 蓝银针死于脑溢血 周一早晨送到医院时 已经死亡三至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蓝银针 是在非工作时间死亡的 但是死者的家属情绪依然激动 提出了20万元的赔偿金 他们认为蓝银针毕竟 是死在员工宿舍里 应该算作工伤死亡 眼看现场的气氛 愈演愈烈 以这样的状况进行调解 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劳鲁一边安抚家属 一边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人 这位亲戚也好 朋友也好 都是非常的同情 因为是在零厂里发生的 这么女子的老板 那肯定要担在那边 对不对啊 劳鲁一边积极 与死者方的村长对话 一边做徐老板的工作 让徐老板要始终保持 解决问题的诚意 那这位老板来看呢 这个要有一个高的姿态 高的姿态 这位最好能够把这个事情 能够了的 时间关联 就是很大的时间 对不对 对我常常是干的几天后 是吧 我自己你说 叫我怎么样的补充方法 确实我现在我一收拾 老鲁觉得 虽然蓝阴珍发病离世 与徐丽宝没有直接的联系 不过女工毕竟是在厂里出事的 要想完全撇清关系 显然对蓝阴珍的家属不太公平 那么蓝阴珍病逝的这种情况 究竟算不算工伤 相应有哪些赔偿 老鲁找到了司法所 法律援助中心的项律师 在法律援助中心项律师的解答下 徐老板对蓝阴珍病逝的赔偿 心里有了底 按照我们这里面的 像这个司律的这样的类似情况 不是一个人家属的 蓝阴珍是在休息日突发疾病死亡 并不属于工伤 这一点通过老鲁的解释 蓝阴珍的家属明白了 但是20万元赔偿金 家属们不愿意让步 面对双方17万元的差距 老鲁觉得压力很大 为了能平衡双方的心理预期 老鲁当众给出了法律方面的解释 在劳罗给出解释后 蓝阴珍的家人有所退让 他们同意降低4万元 希望以16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达成和解 虽说蓝阴珍的家属 在金额上有所退让 不过以16万元的数额来看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此时老鲁决定分开调解 先做徐力宝的工作 是怎么样子一个数目 使得他们能够心能够平静一点 这样子托发病而亡的 按照最高的赔偿给他5万 徐力宝强调蓝阴珍并不是工伤死亡 在劳罗的劝说下 他也只愿意按最高标准5万元进行赔付 这与死者家属16万元的预期 还差了11万 劳罗打算再做做死者家属的工作 刚一开始谈话 死者的弟妹余淑芬就感慨道 大嫂莱茵珍是个苦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多不知三万块钱 一次性补偿到位 给他八万块钱 经过老鲁耐心地劝导 徐利宝同意给付八万元的赔偿金 老鲁也感觉到调解开始有了希望 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 老鲁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通过传达法律知识和耐心劝导 让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既帮助死者家属争取了更多的赔偿 又没有给企业主徐利宝增加过多的负担 老鲁觉得当事人一句感谢的话 就是他工作的全部动力 老鲁喜欢这份职业 他只有一个意愿 那就是通过他的调解工作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通过老鲁的努力 蓝银针的家属放平了心态 降低了预期 接受了八万元的赔偿金 在这个案例中 律师对于工商认定和赔偿的解答 是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关键 多年来浙江省安吉县司法局 积极探索人民调解的新路子 通过整合资源部门联动 建立了三条联动巡诊制 即以片区委单位 每季度组织由法庭庭长 县法治办人员 律师和部门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 针对乡镇司法所 在日常调解过程中 遇到的疑难纠纷 进行分析会诊 有效提升了矛盾纠纷 化解水平 在这个机制下 调解员们的工作做好了 调解能力提升了 安吉县切实做到了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 这不2019年7月 又有一位当事人 来找老娘舅卢百青 他说他要和前夫算一笔旧账 这到底是一笔什么账呢 中年女人司法所求助 为何要和前夫算旧账 那你给我洗衣机 不再没洗了吗 不动产权都是我呀 他就接不到通知 也接不到电话来 他不到万不对 不可能下这么大决心 找到政府来 老娘舅出谋划策 昔日夫妻能否心平气和 达成一致 有没有余地 没有 安吉有个卢百青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那我跟我女儿两个人 不是没有地方好去的吗 所以我现在比较着急 我也不知道应该 请哪一个部门来解决 帮助我解决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 一般情况之下 之下的话呢 他不到万不对 不可能下这么大决心 找到政府来 这个女人名叫陈希平 今年45岁 2019年7月的一天 她来到校风镇司法所 找调解员劳鲁寻求帮助 在劳鲁的询问下 陈希平道出了实情 因为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 那里路已经要收过来 挖街挖街 房子必须要拆钱 要哪个来是吧 原来几个月以前 两个拆钱工人来到家中 说他的房子 被列为征签范围 要求立刻腾退 拆钱工人的话 让陈希平一下子心情急躁起来 那后来 那拆钱办要拆钱嘛 就是找我签 会一个人签协议的 既然要拆钱 就应该有正规的拆钱手续 凭空出现两个拆钱工人 就想拆掉自己的房子 陈希平怎么可能同意 于是陈希平和拆钱工人理论了起来 因为我当然不知道 我们根本就 我们那里有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想到 那里还会牵扯什么拆钱啊 什么东西 在陈希平看来 即便要拆钱 相关部门也肯定会提前告知 就在他自信满满地 与拆钱工人理论时 工人们却告诉他 拆钱协议早就签好了 已经跟徐海良都签掉了 对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他双方是离婚 进行产权经营分割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认为是徐海良 单独所有 为了证实拆钱工人说的话 是否属实 陈希平拿起电话 给前夫徐海洋拨了过去 然后那个产权增长的是 他一个人名字 他一个人签就行了 可能是这样的吧 让陈希平更没有想到的是 在电话中 前夫不仅承认 是他一个人签的字 而且还明确表示 拆钱补偿款 大概在32万元左右 陈希平只能得到 其中的5万元 当时他签的 他并不是说 他一分钱不给我 只是好像是相对的来说 分一部分给我 前夫徐海洋的回答 让陈希平始料未及 2015年他们离婚时 离婚协议写得明明白白 房子和家里的一切财产 都是各得一半 如今难道前夫徐海洋 就不想认账吗 按照我的想法 反正我们离婚协议书上 都写好了 户口本都拟好的 对吧 那肯定是一分为二的嘛 明明是夫妻共同财产 现在前夫 却只给5万元拆钱款 怒火在陈希平心中 熊熊燃烧 他决定找司法所 劳碌帮忙 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时我当时 既然要拆钱了 我跟我女儿两个 安生立命的地方 都要了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 了解陈希平的诉求以后 调解员老鲁觉得 应该与陈希平的前夫 徐海洋碰个面 听听徐海洋 对这件事的真实想法 女儿已经是 快要20岁了 都长这么大的 那么有些毛灯呢 最好 不要把它揪花掉 在不要求 那个的情况下 我是愿意给他一部分的 徐海洋说 房子是2014年他一个人投资建成的 陈希平既没有出钱也没有出力 仅仅因为他们做过夫妻 就想分走一半 他说什么都不会答应 因为你造这个房子 他从造房子开始 比如说 有工人干活了 他什么都没去做过 另外 在徐海洋看来 房子建成是在2014年 他与陈希平离婚 是在2015年 两人离了婚以后 才办理的房产证 所以房产证上面 只有徐海洋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房子也应该 只属于他自己 不动产权中都是我呀 他就接不到通知 也接不到电话来 陈希平觉得 不管房产证中 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当时与徐海洋离婚时 离婚协议中 显得清清楚楚 无论是房子 还是其他财产 都属于他们 婚姻存续期间的 共同财产 一人一半 可是徐海洋 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 办理房产登记时 他已经与陈希平离婚了 房产证上 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房子理应归他一个人所有 并不属于他们的 共同财产 到底是离婚协议有效 还是房产证上的 名字有效 这一次老娘舅卢柏青 又会采取怎样的方式 来解决这对昔日夫妻 引发的财产纠纷呢 了解陈希平和徐海洋 两人的诉求 以及真实想法后 老鲁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他们的老搭档 校风镇 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 张水银 希望通过张律师的帮助 为陈希平和徐海洋 做出法律方面的解答 那么我审查了他这个 离婚协议书 那么其中有一条呢 就是关于财产的风格 就是上面呢写得很清楚的 这个房产呢是归 男方和女方 双方所有的 律师说 这个房屋是2014年 两人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建造的 而且在2015年的 两人离婚协议上 也有约定 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在老搭档张律师的帮助下 老鲁心里 对这场纠纷有了数 随后 老鲁为两个人 安排了一场 面对面的调节 这个把自己的心理话 都说出来 那可能现在就是说 具体的赔了多少 我也不知道 那我只是 按照我自己想想 就给我八万块钱就算了 这个就是我 有没有语意 没有语意 因为我在想 你这个房子 你也没付出什么东西 对吧 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 陈希平提出 分走八万元的 拆迁补偿并不过分 然而徐海洋不仅不同意 还指责陈希平 没有任何付出 这让陈希平十分气愤 我什么没付出 那是我们两个发的夫妻 那是我们两个发的夫妻 你本身发的 你付出了什么了 我什么没付出 统一的话 那我们一次一次 这样调节也没多大意义 你就给我找 司法投资吧 今天没法投资 坐坐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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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坐下 眼看两个人的对话 火药味十足 此时再继续调节下去 很有可能会让调节失败 徐海洋坚持 只能给陈希平五万 是不是拆迁中 有些项目 是陈希平不应该得到的呢 老鲁和张律师决定 去拆迁办做个详细调查 它的位置在红线之内 这个地方是必拆的 这个是具体房子的位置 评估的价格 有评估公司出具的报告 是280平 两层 一层140 评估的价格是40万左右 加奖励 估计在65万 拆迁款是60万元多一点 而非32万元 通过走访 老鲁有了这一重大发泄 而且款项由房屋面积 和宅基地补偿构成 陈希平均可分得其中的一半 与此同时 老鲁还发泄 这一次征迁 主要是由深家湖高速公路的 西岩项目 属于国家的重点工程 如果陈希平和徐海洋 因为拆迁的问题 迟迟不肯腾退 延误公期 将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 如果进入诉讼程序 肯定会导致 拆迁工作的延误 和进一步导致深家湖高速 整体公期的延误 损失不可估量 一切了解清楚后 老鲁和张女士商议后决定 尽快再次组织一次调解 大体的60万零一点 大概你想得多少 这次数字跟上次数字相差太多了 上次几乎是说30万左右 现在变成60万了 60万他再给我8万万钱 那怎么行 那你可能觉得 我既然是贵难的双方所有 那我就应该争取我自己的一半 那一半我是不同意 虽然徐海洋不同意 但陈希平分得一半的拆迁补偿 合情合理 为了能做通徐海洋的工作 张女士决定 为徐海洋讲明诉讼当中 可能存在的风险 该拆迁的房屋 是你们双方共有的 也就是各有二分之一的这个份额 因为你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确认 该房屋是你们双方的共有才能 夫妻共有的财产 虽然道理都明白 但徐海洋还是觉得心有不甘 对于女儿的付出 她不比陈希平少 可盖房子的时候 陈希平没有出过一分钱 就这么让陈希平分走一半的财产 她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公平 一半的那个现在女儿都在我这里 那个必要的开支 全部都在我再出 对吧 造房子的时候我在带女儿 我在赚钱 女儿什么小鸣什么时候 五六年级你管不上 你造房子不都是我带着她 作为你们做父母的 你多管一点 她管少一点 这个肯定是有的 按照我说呢 这些东西呢 也不需要称什么功劳呢 这是应该的 在张律师看来 无论徐海洋有何想法 房产中的一半属于陈希平 毋庸置疑 即便到法院 徐海洋也不可能多得一分钱 夫妻离婚呢 而且上面约定是 双方贵一半的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房屋成千块 63万成千块 你们双方贵一半 在张律师的解释下 徐海洋沉默了起来 老鲁当机立断 告诫徐海洋 要以大据为重 主动让步 其实作为你 老子也是比较聪明的人 如果说 你们为这个事情 去走事发走进 那么你要考虑一下 一个要随着这个时间 时间不等的 这个房子面临着就是车 国家建设这个工程 到一定的时候就卡住了 这是一点 这是需要考虑的 那我想这个大绝口 你要过 看到女儿的缝上 我最后说一句 如果这个钱给你 你必须用在当中上 用在女儿的身上 60万的归一半了 你拍摆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怎么样 你也听到了 这个钱要用到当中上 经过两次调解 徐海洋最终同意 与陈希平平分 60多万元的拆钱补偿 老鲁和张女士也觉得 这次矛盾的及时化解 特别有意义 这次门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基县人民调节组织建设始终秉承着矛盾纠纷发生在哪里 人民调节组织就覆盖到哪里的理念 不断丰富和执密人民调节网络 目前全县已经有调节组织339个 人民调节员1357人 安基司法系统还围绕司法服务企业稳增长 服务群众会民生 服务基层保稳定的三服务主题 为企业松绑 让群众受惠 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